日本战犯孙女狂言 一分钟拧断张伟丽的脖子 如果做不到就偷布谢罪 张伟丽表示立刻开打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中国山东济南站的比赛现场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大山东地区 来了一名日本的战犯 她的孙女前来提馆 我们看一下镜头中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中国的武术冠军张伟丽 她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要把对手打死 我们看一下 这个黑黑的就是来自日本冲绳的 牙生慧子 这个名字念起来确实有些拗口 牙生慧子 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 张伟丽为什么刚开场就发呆呢 吃到了对方连续几个重拳 张伟丽 你这是要搞什么呀 把我们吓坏了 张伟丽刚开场是故意让了对手几拳吗 有可能 有可能 他是在蓄力 压生慧子现在已经被张伟丽压倒在地板下 必须往前压 前手刺拳 小心 对手来了一个勾拳 小心点 连续的左右勾拳 这家伙的腿法不错 我跳起来踹中了张伟丽的头 我跳起来踹中了张伟丽的头 因为这个压生慧子日本战犯的后代 在赛前扬言一分钟拧断张伟丽的脖子 一分钟 实在的你根本就不可能 这家伙还说如果做不到就抛呼解罪 张伟丽表示这场比赛让我很兴奋 我们看看场上已经把对手击倒 摁在地板下疯狂的爆锤 对手已经被打死 张伟丽活活把对手打死在内台上 连抛呼的机会都不给吗 这家伙没死没死 只是昏迷被打到重度昏迷 医生和教练团队正在救他 我们看一下精彩的慢镜头 勾拳勾拳直圈直接打的对手跪在地板上 然后瘫软在内台上 恭喜张伟丽为国争光 让我们为他欢呼喝彩 点赞转发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